高雄市議長許坤源 還有立法委員黃昭順 今天召集了市府 還有自然水公司 舉行了一個 讓市民免費入 陳新湖的一個協調會 那麼許坤源表示 陳新湖是高雄市 最具看頭的觀光景點 而市府以後 每年只要編列 4000萬元預算 就可以讓全體市民 來免費享受 陳新湖的自然美景 還可以促進高雄市的 觀光發展 他希望府會 共同促成此事 市長陳菊在9月 市政會議指示 觀光局 水利局 協調水公司 希望開放高雄市民 免費入陳新湖休息之後 雙方經過多次交涉 已經有了初步共識 只是市府究竟要 補貼水公司多少錢 還沒有談攏 大公里面會是13米 所以說相對於 這個有人陳新湖 在地區 一年大概虧損了7000萬 如果說市政府 能夠來補助 民股這個 這個虧損的話 那造就我們高雄市民 大家能夠免費進去 那這個是公司是熱心氣場 今天這是一個好事 所以你不能開水 就要7000萬 這就通了 因為我有給當時 補貼差不多四千 除了補貼金額 還要討價還價 有關開放後的配套措施 補貼水公司也希望 一併跟市府談清楚 那麼這個供水的安全 勢必會造成的污染 會影響到我們 這個陳旭的供水安全 所以有它的風險性 這些問題都克服掉之後 我們才真正來拍板定案 議長許坤原指出 市民免費進入陳津湖議案 已經接近成熟的階段 市府如果有意願 亦會定全力支持 未來期盼市府好好規劃 陳津湖完善的觀光環境 讓來到高雄的觀光客 第一個想去的景點 就是陳津湖 港獨新聞王岐士採訪報導